你送我東西嗎? 你送我東西嗎? 兔年第一個寶寶 令氏令婚搶雜出生 不單止眼睛滴滴 還中氣十足 身體健康就行了 我都見了寶寶幾十秒 所以現在都要爭取時間看看 希望她今天都這麼開心 這麼快樂 搶雜出生的兔子重六磅四 父母李生李體 是內地的東莞人 預產期原本是二月中 但是媽媽大隨即就作動入院 他們本來都有點怕 嬰兒會在苦年出生 幸好不遲不早 時間剛剛好 大家倒數 十秒倒數 外面我家人還以為 為什麼醫院都會倒數 很虛心 因為如果比較難得 畢竟是第一胎 如果她在一個更有意義的 即是時刻出生 我覺得就會很有紀念價值 李生說 因為想兒子將來可以 在香港接受教育 發展事業 專程安排太太來香港生寶寶 費用大約是十萬元 不過說到養育寶寶寶 中書教學 她都說有點壓力 就連奶粉 早在半年前 已經托親友在香港買定 奶粉這方面 已經提前半年都準備了 買了多少 買了多少 因為真的比較難買 所以都會買了十多罐 放在家裡 李生李太 兔年添丁 改名都花點心思 BB取名日浪 日字中間有兔子 夠了應景 他們都希望BB仔安逸開朗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榮思報道